疫情延烧的层面还包括了国际油价崩跌 以及让金融市场掀起恐慌 使得美股周一四大指数暴跌超过7% 还一度启动了熔断机制 台股10号的台股股市也受到了关注 像是开盘南逃跳空开低 下跌了70点02点 最大跌幅还超过了130点 还好五盘过后 在美股期货电子盘反弹 平盖三网买单点火下 指数是成功翻红 中场上涨25.9点 力手万一大关 武汉肺炎疫情蔓延油价崩盘 美股周一三大指数崩跌于7% 多方夹几下 台股10号也跟着一片惨绿 疫情过了就好了啦 大家是先怕疫情啦 哪有心情哪这个钱来做股票 投资人没信心市场恐慌情绪升温 10号台股早盘开低走低 指数一度错于130点 金元代工龙头台积电 股价以301.5元开出 陷入300元保卫站 写下近四个月来低点 不过随着美股期货电子盘升跌反弹 加上逢低买盘进入 平盖三网率先点火 引领市场信心 指数占上万一大关 中场上涨25.9点 收在1103.54点 成交量2050.73亿元 应该是还好啦 但是国安基金会密切注意 整个情况的发展 开盘看起来 现在大概是在七八十几点左右 我想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是还好 台股的现金殖利率来到3.9 事实上是蛮抗跌的一个市场 所以我对台股还是有信心 金管会主委顾立雄 富力院被巡直盯着盘市战战兢兢 台湾控管疫情超前部署 但金融层面 短期内恐怕仍维持弱势格局 记者纵道